虽然我知道很多的网友可能对于XUV这款车型有一点点的厌倦了 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是一个趋势 所以很多的厂商都在推出全新的XUV车款 而且XUV的尺寸从以前的中大型XUV一直变小一直变小 甚至现在连 Air Segment都会有XUV 就例如像这个 Toyota的Rise 然后 Nissan的Magnite一样 它们都是Air Segment的XUV 而在最近另外一家的日本汽车制造商 Honda也推出了它们的全新Air Segment XUV WRV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WRV的特点在哪里 OK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WRV的背景 这款车刚刚发布的车型严格来讲是第二代的WRV 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第一代车型 而第一代车型其实是基于这个JES打造出来的车款 你看它的外观色区基本上跟JES非常的类似 只是拉高了这个离地高度而已 至于第二代的WRV呢 则是截然不同的车款 它是一款正宗的Air Segment SUV 特色尺码跟TorotaRise Dazuroki Pro Duo Aldiva 以及这个 Nissan的Magnite差不多 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呢 它延续了这个RX Comset SUV的设计风格 我不得不承认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其实还真的是蛮帅气的 而且在它的头灯组的部分呢 非常的精致 而且融入了这个序列式的方向灯设计 看起来就完全不像是一款A Segment的入门级XUV 当然因为它是一款XUV的关系 所以它的离地高度还是有的 它的离地高度大约在200mm左右 所以确保了在东南亚市场 例如说印尼或者泰国一些路况不好的地区行驶 它会有不错的通过性 至于在车侧跟车尾的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车侧呢 它采用了这个双色的空力套件 而这个车侧的下缘呢 则是有着防刮的套件 毕竟它是一辆XUV嘛 防刮套件是一定有的 在车尾的部分则是采用了时效流行的3D LED光调设计 其实我们可以在目前很多的入门级车款 上面看到这样的设计风格 下缘的车款入门但是并不廉价 至于在车型分类的部分呢 印尼首发的WRV呢 只有3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V版本 RX版本 跟RX Sensing版本 所以基本上在外观设计部分呢 都是非常的好看的 并不会像一些车款的入门级有LED灯组等等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RX版本的外观设计 加上前面这一个 跟HRV很像的点撞式水箱护罩 视觉效果拉满 在内装布局上面 它跟这个BRV非常的类似 例如说研制CRV的这个冷气出风口 还有来自CVFC的方向盘 老实说这些设计 其实并不阳春 是还蛮好看的 只是呢 搭配起来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违和啦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点就是 虽然它的对手大部分都是采用数位化仪表 但是WRV呢 还是揣入传统的指针仪表 但是中间会有一块TFT的彩色荧幕 可以显示车辆的资讯等等 另外呢 这个中央的触屏主机同样的也是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在目前的同级对手中呢 这个配备算是领先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重点 例如说这款车并没有电子手刹车 而是采用传统的手刹车 另外呢 原厂也设计了非常多的USB 还有这个12副的电源供应 你要安装Dash Cam 你要卫手机充电等等 都没有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这辆车还有一个RX Sensing 版本 意思就是它支援Honda Sensing 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呢 并不是一试一试给你 而是完整的Honda Sensing 安全配备非常非常的丰富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易景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 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其实就好像我国的Artiva一样 但是Artiva因为有国产车的地位 所以它的价格算是非常的联谊 至于这个RS版本什么价格呢 等下我们猜来讲 引擎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是WRB的一个重大的卖点 因为它的主要对手都是搭载1.2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或者是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动力表现都不是太足色 主打够用就好 而在这个WRB上面呢 它则是采用了跟着一个City同款的1.5公升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而且是双置顶图轮轴 最大马力表现为121PS 大概是118HP 左右 风声扭力表现145Nm 如果我们跟它的主要对手对比一下 不管是在马力跟扭力的部分 它基本上都占优势 所以我们相信WRB的动力表现会更好 而且油耗方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这个是我觉得WRB的最强卖点 因为大家都懂Honda的引擎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就算是一款入门的车型 Honda都不会让你失望 最后要讲到价格的部分 因为目前这款车只在印尼市场发布 所以它们的货币是用印尼吨计算 这款车的售价高达2亿7100万印尼吨 但是换算成令吉的话大概是82000令吉左右 而根据印尼媒体表示呢 这款车的定位它的售价其实是低于City Hatchback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未来马来西亚引进这款车的话 它的价格应该也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对于这款车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其实这款车在我国的主要对手是Produa的Artiva 但是因为Artiva有国产车的地位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低 而如果这一个WRB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它卖这个82000令吉起跳会不会吸引你的?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讨论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跟Honda Malaysia了解过这款车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原厂不愿意透露 我相信是有可能性的 至于未来我们获得了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呢 就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建议大家留守我们的频道 好啦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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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